大家好,我是本片子华萨尼亚,也是天津工业大学广播电视系的留学生,来自哈萨克斯坦。 我和其他中国学生将带大家看看一对俄罗斯姐妹在中国留学的故事。 我是尤莉亚,我来自俄罗斯,今年我是打算学生工商管理的。 我叫范明珠,我来自俄罗斯,我在工业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今年是三年。 我早前来也三年,我去到韩方的课论,在韩方的课论,我认为了学习看娃。 我们和芦为了哥们,我们与是世子兄 mo一生想要试试试试试试试, 我来到中国 第一个的话我就学会了清不懂 我看了很多简视剧 我越来越清得懂 所以我觉得学中文并不难 但是每天也有很多次写行字 因为天津理工大学 没有专业课的英文书课 他们从理工大学 转到天津工业大学 你好 嗨 我们去上中国改矿课 好 这个课好玩吗 很好玩 我说很有趣 两位俄罗斯的学生 学习非常错 不光是智力上 在学习方法上 也对中国的特色 也比较了解 生命很强 能够很快地 入路咱们中国的学习环境 我非常喜欢学习 我非常喜欢学习 我觉得学习非常责任 学习非常责任 学习 一直支持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我们可以来到他们 谈订 咱们的学生 希望能在通过上课 得到更多的知识 越多越好 但是外国学生呢 他可能对一个课程 就是他可能有一部分感兴趣 有的不感兴趣 这种情况下 其实西洋还是尽快地 找出他们感兴趣的点 这样的话 才能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 在俄罗斯 我们高中初中的时候 我们从八点半到两点学习 但是中国学生 他们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学习 很难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 在哪儿学生都不喜欢学习 但是老师让他们学习 这个就是一样的 我们学的内容差不多 那个数学内容 因为我们不可以选择我们的课 我们有什么课就要去这个课 而且我们的班一直都在一起 但是在加拿大 我们可以随便选择课 我们喜欢的那个时间 然后我们的班 不是总是在一起 我们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在中外学生会 我是辅助系 我们的学生会 是最棒棒的 我是学习部的部长 在研语大学的学生会 比较难 但是我们是中外学生会 对我们来说 比较容易鳴 我认为我认为了很多人 我认为了很高兴 我认为了很高兴 我认为了舞台和舞台 现在,我认为了学校 我认为了学校 我认为了学校 现在,Yulia在校园歌手服赛的现场 准备上台 Yulia不但喜欢唱俄语歌、英文歌 来到中国以后 她还学会了唱中文歌曲 每天当我来到论晨 当然,我认为了学校 有温度 и温度 我认为了解 而我认为了解 表情 和平台 但我认为了解 很多歌迷 我认为了解 很漂亮的歌曲 比如在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 他们帮助我们在中国生活 但是在俄罗斯我没有看到这样的 在俄罗斯的时候我没有这么开放 我不喜欢和别人说话 先我去了加拿大 在加拿大他们喜欢和别人说话 所以我也越来越喜欢和别人说话 后来我来到中国 在这里也很多人愿意和我当朋友了解 他们也说各种各样的姐妹 两个姐妹每周一和周五 给中外学生上瑜伽课 他们觉得瑜伽对身体有好处 我喜欢瑜伽 我很喜欢运动 比如说自行车 现在我想做瑜伽 我现在也不是正义的 我觉得我先要学好瑜伽 然后再给别人课 我们 каждый день общаемся со своими родителями допустим в WeChat мы каждый день созвавимся со своей мамой списываемся и это очень помогает и бывают такие моменты когда очень скучаешь и очень тебе грустно но так как нас двое я и моя сестренка я не чувствовала такой прям сильн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быть далеко от дома ну и вообщ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разговорами если есть какие-то трудности какие-то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мы всегда это обсудим скажем друг другу поддержим что-то не любит что-то не любит мы не должны пожавиться милых делах ну и дош avoir 我们的阿姨做的菜 很有价的味道 我们一次吃饭的时候可以吃到很多种各样的 甜的 酸的 辣的 在俄罗斯我们也吃辣的 但是我们的辣的并不是特别辣 而且我们没有麻的 吃鸡汤 鸡汤 你喜欢吃鸡汤 你喜欢吃鸡汤 鸡汤 你喜欢吃鸡汤 为什么喜欢 因为会挺好吃 可以自己选我喜欢的菜 多喝水 这个地点肯定要多喝水的 多吃一点水果 对不对 那我就不喜欢吃饭 我抱个大西瓜就会 好吃 两姐妹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我喜欢吃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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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鸡汤 但是现在我来到中国 我喜欢吃鸡汤 也喜欢吃鸡汤 这对姐妹还很喜欢中国的家庭关系 在中国很多人 他们春节的时候 他们回老家 他们大家都在一起 我觉得在俄罗斯 我们七年的时候 我们就在我们家里 四个五个人在一起 但是我们并不去一个最老的人的地方 我们也不太认识有些亲戚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中国最好的 是每一个人 他们有很多亲戚 他们可以互相帮助 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位 他们已经是一样 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位 一位 所以他们已经看到了一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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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